嗨 大家好 我是Nike NTC专业教练 Joanne 天气冷了 大家会比较容易躲在家里 活动度就会变少 身体就会比较容易有腰痠背痛 接下来 Joanne老师会教你几个简单的动作 帮助你伸展你的身体 好 接下来我们的双脚跟我们的骨盆同宽 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先往前来到婴儿室 让我们的身体向下放松 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把你的双手带进来到我们的肩膀的位置 然后延伸我们的脊椎 吸气 好 吐气的时候让你的右手扭转到你的左边的位置 保持你的臀部的平整 再一次吸口气 吐气的时候左手推起来 回到中间 右边的眼睛视线的延伸 然后换另外一边 左手轻轻地穿过去 让你的左边的肩膀放地板上 然后轻轻地扭转你的下背 吸气再次延伸你的脊椎 吐气的时候把你的左手推起来 回到中间 回到中间 再一次确认我们的肩膀跟手臂的位置 膝盖跟骨盆的位置 背部的平整 眼睛视线的延伸 然后吸气 吐气 再做回你的脚跟 重新延伸你的双手 放松你的后背 回到婴儿式 休息 接下来我要示范几个瑜伽的动作 伸展到大腿与屁股的肌肉 感觉翘二郎腿 然后另外一只脚抬起来 双手穿过去 抱住大腿 呼吸 吐气 再一次呼吸吐气的时候 左侧脚靠近身体 这时候也可以感觉到 右侧脚的大腿与屁股被拉开 一样配合呼吸 停留10到15秒的时间 然后松开 换另外一只脚 左脚翘二郎腿 抬起来 双手穿过去中间 抱紧腿 右侧腿 呼吸 再一次呼吸的时候 往身体更靠近一点 配合呼吸 停留10到15秒的时间 可以做三组的循环 现在四组跪姿 要注意手掌的位置是正对 在肩膀下方 膝盖针对骨盆 四组跪姿往后 注意脚尖是踩地的哦 现在脚尖放下 往后 婴儿式 感觉到背部一节一节拉开 手掌往前延伸 可以维持到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放松背部的肌肉 包起来 一样回到四组跪姿 脚尖踩地 一样确认手掌的位置是正对在肩膀下方 好 接下来做猫饰 背部拱起来也感觉到脊椎一节一节的拉开 感觉到肚子下方好像有一颗很大的球 配合呼吸 好 接下来 下来 脚掌放下 头往前看 股膊往后撅 再回到婴儿式 大家好 我是Aryssa老师 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是基础瑜伽的训练 我们都会滑手机或是你常用电脑 都会很容易造成肩颈的部分的酸痛 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都是肩颈酸痛的部分 可以让你做伸展跟梳压的部分 将你的双脚打开 右脚脚跟朝右 左脚脚跟朝前 你脚的宽度大概是肩膀两倍的距离 双手打开跟肩膀的高度一样 肩胛骨下压 曲宽 把你的宽推向你的左侧 右手延伸 膝盖保持弹性 让你的手来到脚踝或是小腿的位置 上方的手延伸穿到天空 我们先带到三角式 深深的吸气 吐气把上方的手背到背后 扭转眼睛看到上方的肩膀 将后脑勺往后仰 像靠在墙上一样 停留呼吸 送到你的肩胛骨 我们双脚打开跟肩膀一样宽 成半跪之脚 脚尖可以点地 好双手食指交扣来到你的背后 肩胛骨内收下压挺胸 下巴围的上提 记住把你的臀部微微的夹紧 把呼吸送到背后 去感觉肩胛的骨的部分夹紧内收 挺胸 好记住你的颈椎 不要过度的看到 天空的位置会压迫到你的颈椎 眼睛看到斜上方的位置就可以 我们先沉跪姿然后面向哪一右侧或左侧都可以 双手带上来吸气 把脊柱的部分拉长 吐气将双手手掌心往外 胸口往两侧打开 像大鸟一样把手指头张开 把你的胸椎往前推 把心往前送 让你的双脚盘腿坐姿 双手食指交扣带到你后脑袖的位置 吸气挺胸下巴围的上提 让手肘往两侧开展 让你的心往前送 下巴上提 那一样双脚盘腿坐姿 将你的右手背到背后 左手带到右边的耳朵 吐气 眼睛看到下方的膝盖 把斜方肌的部分拉长 让你的耳朵跟肩膀远离 长长的吐气 我是简曼书 今天呢我要来教大家几个就是 如果在办公室久坐 然后发现自己的身材越来越不好 怎么样做几个简单的 就是不管是伸展运动啊 还是其实你不一定要伸展 就是偷偷的做几个 就是还可以强化核心的运动 就是总之我现在要来告诉大家 第一个动作我们来练一下就是 啊觉得今天就打字打了很久 然后背很酸 那我们要来做一点小巧的伸展 先坐挺之后呢 就是可以 这边不要动太多 先从下半身 稍微转 如果你的那个扭转的角度可以更好的话 就是可以手稍微扶一下 然后就稍微拉一下 然后换边 一样就是重复 可以重复几次 但是要注意就是 不要过度过度也不好 再来就是 一样打电脑或是写东西写很久 就会肚子就是渐渐的越来越松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练习 偷抬脚 桌子也不会看到你 如果说会被肚子挡到的话 那你就是当然可以往后推一点 然后练习 从这边想像我的肌肉在运动 然后把脚抬起来 如果可以的话 另外一脚抬一抬 最后呢 手可以就是稍微扶在椅子上 然后变成两脚一起抬 然后练习就是还可以 脸不红气不喘 就是跟旁边的同事聊天 感觉自己没有在片 然后其实 久了之后 才会发现 嗯 没力了 还是不要乱聊天好了 不然你会呼吸不顺畅 再来呢就是 咦 发现四下午了 办公室没有人了 就觉得嗯 肩膩肩是有点痠痛 背也不舒服 好 男同事都不在了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站起来 把椅背稍微转一下 然后就是透过就是扶着椅背 然后放松你的背部 也可以用这个椅背这边 顶着自己的那个 不是压在肚子上 就是它会在骨盆这个位置 就是做一点放松 可能就会睡着 就是 几个动作分享 有没有常觉得上班上了一上午 整个脖子好紧绷 头也痛 手腕也痠 肩膀也觉得很痠痛 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来伸展一下的时间啦 嗨 我是林可彤 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 在办公室就可以做的 非常舒服的伸展 那要准备的东西呢 只要有一面墙 然后还有一条毛巾 就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完整了 只要呢 你把毛巾两边抓住 向上伸到最高 然后手稍稍的往左右拉开 就会觉得 你的腋下整个背 很舒服的伸展开来 然后这个时候 你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向右倒 你的整个左边的侧腰 都会被伸展到 回到上方 然后把你的双手 向下放 这个时候呢 你的整个后面肩胛比 到肩膀很痠很痠的地方呢 就可以被伸展得很舒服 然后呢 接下来把你的毛巾 放在你的头的上方 然后呢 往下 然后双手给头部一点点加压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你后面的颈部 非常非常的舒服 接下来呢 我们让两只手呢 到我们的后方 然后呢毛巾 手呢抓住毛巾的上圆跟下圆 然后让我们的右手向上拉 然后左手向下拉 就可以很放松我们的手臂啊 然后肩膀啊 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接下来呢 就是要来到墙面 然后呢 你要准备两条毛巾 把它折成一个这样的厚度 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非常舒服的放松的动作 因为我们很常打手机啊 或是用电脑 都是一直往前 头会往下看 往比较低的 所以其实你这边会给你的脖子很多很多的重量 会让你的人变得很驼飞很不舒服 所以呢 你就把两个毛巾折成像这样的厚度 然后把它放在你的肩胛骨的中间这个位置 一个厚度 让你的人跟你的墙壁有一个位置之后呢 让你帮你的头向后放 这样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放松你的这个地方一直很紧绷 一直向下低头的这个位置 在家里的话呢 你就可以躺在瑜伽墊上做 然后也可以把这个毛巾换成瑜伽砖 效果会更好 我们继续来利用墙壁来放松我们的手腕 因为很常打电啊 用滑鼠啊 这边也会很酸 所以呢 我们就把两只手呢 向下 手指向下 然后身体 稍微离开墙面一点 然后呢 向下压 就会觉得你的手腕呢 是有放松到的 然后接下来呢 让手指向上 然后一样扶着墙 然后让你的上半身 低下来跟地面是平行的 这个时候这个动作呢 就可以让你的腋下整个被拉开 好啦 几个动作 希望大家把它记起来 然后在办公室就可以做 然后稍微伸展一下 每天的精神就会变得很好 也不会驼背 突小腹 不能想要 继续 稍微 给我 按时